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睡会吧 到了我叫你 两人走了怎么久 陆毅相信今夏一定很累了 嗯 好 今夏闭上了双眼 他并没有睡着 而是在想 自己怎么有点依赖陆毅 他可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下野 怎么会如此依赖一个人 今夏好好反省了一番 年前今夏都没有档期 他趁这段时间准备毕业论文 而陆毅接了一个国外的代言 两人分开 足足有了十天 这期间谁也没有联系谁 陆毅是忍不住了 主动给今夏打电话 这边的今夏看到是陆毅的来电 第一时间接听 在国外怎么样 不怎么样 圣诞节快乐 今夏这才猛地想起 今天是圣诞节 这段时间他都为了论文的是忙碌 都忘了今夕是何夕 圣诞节快乐 你元旦时回老家 今夏沉默了好一会 才到 回 嗯 就这么简短的几句话 双方就挂断了电话 挂了电话后 今夏觉得少了点什么 给陆毅发了条信息过去 你什么时候回来 元旦后 到时候记得来接机 我可是给你买了个好礼物 今夏对着手机屏幕傻笑 真的假的 如果是假的 你是不是就不来接机了 那当然 梅丽可图我去干嘛 你要是赶不来 我加你房租 行 你是老大 年尾的最后一天 很多人都会刷屏 欢送过去的这一年 迎接新的一年 许多人还在朋友圈里写下新年愿望 路易刷了朋友圈 想看看某人的愿望是什么 结果没刷到心中那人的朋友圈 反倒刷到了谢霄的岛 新的一年 我要干一件大事 二十多年的关系 是该转变了 路易不再往下刷 而是给蓝青玄打了个电话 四川某县城 一间十多平米大的卧室里 手机巴巴地响着 床上的人睡得正香 他不想理会 伸手拉着被子 将自己的头全部覆盖住 手机一直不停响着 今夏终究认输了 将手伸出被子外 也不看来电是谁 就接听 电话那端传来路易的声音道 我在你家小区门口 今夏瞬间从床上跳下来 什么 你在我家小区门口 对 今夏瞟了眼时间 某年一月一日零七到三十 少爷 能不开玩笑吗 我给你发了个定位 你自己看看 今夏急忙点开路易发来的信息 他傻眼了 路易真的就在他家小区门口 今夏来不及收拾自己 拿上一件大衣就出了门 正在做早餐的袁妈追到门口 你这么火急火了干嘛去 没干嘛 就去小区门口一下 说吧 今夏消失在了楼梯口 袁妈纳闷 今夏从不穿睡衣出门 这到底是去干嘛 让她如此不注意自己的形象 袁妈有种想跟出去的冲动 锅里还煮着早餐 只能做吧 今夏跑着到了小区门口 她的穿着路易倒没有多诧异 因为路易在天空花园 早就见过她的这般模样 这是小县城 又是清晨 人不多 路易也就没有戴口罩 今夏第一眼就看到了她 你怎么来了 来旅游 今夏愣愣地点点头 国外的事忙完了 忙完了 你这两天给我当向导 啊 啊什么呀 没什么 今夏的论文经过几番修改 于晴晴说终于合格了 她现在哪也不想去 就想好好地在家窝几天 路易递给今夏一个手提袋 你的报酬 可以打开 当然 今夏迫不及待地将她的报酬打开 惊喜到围巾 这报酬深得今夏喜欢 她还担心路易会送些不适合她的 比如 手练项链什么的 万幸不适 若是她还不好收 围巾适用 也适合她们的这种关系 今夏将围巾在自己脖子上绕了一圈 好看 路易上下细细打量了今夏一番 围巾还不错 就是这人 路易摆出一副嫌弃的样子 我这人怎么了 我可是我们小区里的一枝花 路易笑而不语 一枝花是没错 只是这打扮有点一言难尽 你是昨天就到的 今天才到 直接从国外飞到这的 直接飞到这 今夏莫名有点小欢喜 那我给你订个酒店 先不定 路易抖了抖自己的手臂 我给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带了点礼物 这么早上去 会不会打扰他们 不会 不会 今夏原本也想邀请路易上去坐坐 担心路易刚下飞机 太劳累 袁爸 袁妈 袁爷爷看到路易到来喜出望外 袁妈道 路易你太客气了 还带了这么多礼物 应该的 袁妈望了今夏一眼 她的脖子上没有围着围巾 整个人拉里拉他 实在有点看不下去 催着今夏去收拾自己 路易在袁家美美地吃了个早餐 今夏道 爷爷 爸 妈 路易是从国外坐飞机来的 我带他去找个酒店 先让他好好休息一下 袁妈道 路易要不你住家里吧 今夏抢先 妈 路易住在可能不习惯 还是住酒店的好 路易道 习惯 只是会担心打扰到你们 袁爸道 都是一家人 还客气什么 袁妈道 对 一家人别客气 客房我还没收拾好 这样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就先到今夏的房里休息一会 等我将客房收拾后了 你再住客房 不介意 路易回得很爽快 有点出乎今夏的意料 路易睡今夏的房 那可是他的闺房 今夏轻轻拉了拉袁妈的衣角 袁妈压根不理会 罢了 他也曾睡过路易的床 就当还他了